张老师他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是不用质疑的 但是有一点特别让我担心 就是他在有一个问题上和特朗普已经没有默契了 这就是罗斯问题 因为我也在关注特朗普的推特 然后他年底就发了一个说 我一直都知道普京是一个聪明的人 然后马迪斯就说了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危险就是来自俄罗斯 而且说的比较直接 那马迪斯和特朗普发现他们俩有这种矛盾 是怎么会解决的呀 怎么会影响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这个事情是这样 现在关于跟俄罗斯的关系 由于特朗普是普京的粉丝 俩人打个电话 普京本来想给特朗普打个电话 问问好 特朗普一听 谁普京给我打的 你亲自给我打电话 你太客气了 本来我还想先跟你打 那个哥们咱们聊聊吧 聊了三个多小时 你别也就是通过电话 这个特朗普通过电话的国家领导人 没几个人 这两个手都能数过来 结果跟普京聊了三个小时 这个你说有什么可聊的 这俩又不认识 就是粉丝而已 就跟粉丝聊三个人 那就是这是一个 然后的话呢 这个 这个FBI FBI 国土安全部 他们把好多的证据 先跟奥巴马总统汇报 情报部门 情报部门跟奥巴马汇报 说是这个 这个普京亲自下面领 这个俄罗斯的黑客 已经侵入到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竞选 竞选网络来了 竞选网络来了 这个 这个奥巴马一看 这是问题严重 驱逐了35个俄罗斯的外交官 然后 然后把两个房产给冻结了 说那就是据点 然后呢 这个 普京呢 就是 就想了想呢 以后跟特朗普关系还要搞好 就没有说对等驱逐 到时候第二天应该驱逐35名 美国的外交官他考虑到给特朗普留个面子 特朗普说你好聪明 等我上来你等几天 忍着点 等我上来咱们哥们一定会好 那这样呢 就是情报部门呢 然后就想跟特朗普汇报 这个关于俄罗斯 这个进入他们的网络的事情 特朗普说我要情报部门干什么 你们都说假话 当年那个说 桑特朗普那大国民杀人伪计呢 不是你们干的吗 说将来我不用情报部门 我用你们还不如用那俄罗斯的 情报部门 不用情报部门 国家要不用情报部门 他们都要失业了 急了 不行不行 我们一定要跟你汇报 跟他的团队就开始拍马屁 就开始汇报 这个终于听了一次汇报 这个特朗普他是个商人 平常搞点房地产生意呢 还求这些老爷们 所以现在呢 他们爸爸求求的 像三孙子似的 要跟他汇报 跟他汇报 他就说 说吧 给他吓坏了 从来一辈子70岁没有听过 这么多官员 跟他讲什么绝密的东西 他自己感觉 哇塞 绝密的 太厉害了 我能听到绝密的 他也没当过公务员 也不知道这一套 听了之后 马上就说 哇真的啊 俄罗斯真是侵入我们的网络系统了 然后就开始发推特 真是侵入了干什么的 他的团队就说 你可千万别承认这事 你承认这事什么逻辑呢 普京下命令 让他的黑客 侵入到民主党里头来 然后改选票 然后帮你扶上来 你当选就是普京 这个搞的鬼 你这样的话 最后你还没就任呢 还有几天呢 要把你弄上去怎么办 哦原来是这样 那我不承认 俄罗斯跟这个没关系 就是他侵入了这个系统 但是对竞选结果 没有什么改善 没有影响 他现在就这样 今天的礼物是什么 想必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就是刚才放在桌子上的 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兵人 说到海军陆战队啊 有没有 过去看的这些 美国的动作片里边 如果说主人公是 部队退下来的 而且伸手不凡 特别全能的话 一般就会说 它是海军陆战队退役的 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种说法 这是因为海军陆战队 它的训练特别的全能 就拿东岸的海军陆战队 训练来说吧 他们的新兵 一般要训12个星期 而普通的军种呢 可能就8个星期 10个星期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各种轻重武器 都要训练到 打过的子弹的数量 也是远远远远的 超过空军啊 海军什么的 所以说海军陆战队的 退役背景 就成了电影主角的 这个战术军事能力的 一个万能高要 比如说吧 海军陆战队 它会有游泳的训练科目 但是空军是不会的 所以你问了 主人公为什么会游泳啊 因为它是海军陆战队 退下来的 那为什么它会修空调呢 因为它是陆战队 退下来的 为什么它会修挖掘机呢 因为它是陆战队 退下来的 编剧的套路深 还是说回咱们这个冰人吧 怎么才能拿到 全能的海军陆战队冰人呢 老规矩 到军武大本营的 微信公众号里边 回复冰人两个字 就有机会获得了 有机会获得了吗 那我没想到 有机会获得了吗 那我会说 你认为